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赵 今天做了一个巨无霸的学妹娘 用的是学妹娘的糯米皮 然后搭配芒果慕斯 非常简单 我又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 然后吃起来是冰冰凉凉的口感 非常适合夏天 大家可以试一下 首先来做外层的糯米皮 我用了直径12厘米的模具 要包住这么大的蛋糕 糯米皮一定要有韧性 不能断裂 碗内加入125克 糯米粉 30克玉米淀粉 40克白糖 这个甜度的话 单独吃糯米皮也很好吃 稍稍搅拌均匀 加入180毫升牛奶 也可以用20克奶粉 160毫升水来代替 一起搅拌均匀 然后过滤液体 盖上保鲜膜 大火蒸20分钟 或者微波炉高火订3分钟 一定要糯米糊的表面 白色部分消失为止 接去保鲜膜 加入6克黄油 我试过添加5克到8克都没有太大问题 多一点会更香 然后搅拌糯米糊 让黄油充分融合 这个时候碗非常烫 搅拌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 搅拌到糯米糊成这种有光泽的状态 然后静置放凉 然后我们来做慕斯 芒果去壳称重300克 搅打成泥 加入5毫升柠檬汁 小锅内加入60毫升牛奶 20克白糖 隔水软化的12克吉利丁片 小火加热奶液 沸腾前关火 过滤后加入到芒果泥中 搅拌至顺滑状态 稍稍放凉 200毫升淡奶油 加入20克白糖 高速打发至6分发 加入刚刚搅拌好的芒果泥 一起搅拌均匀 慕斯叶就做好了 等到糯米糊凉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可以先来炒手粉 锅内开小火 加入适量的糯米粉 不断翻炒 可以看看糯米粉变得淡黄 或者小锅冒出水气 或者用手捏一小匙 糯米粉有沙沙的声音 就差不多了 案板上撒上炒好的手粉 放上放凉的糯米糊 糯米糊一定要完全放凉 面糊两面沾匀手粉 后用擀面杖撑开 这里跟雪妹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要比雪妹娘的皮稍稍厚一点 大概2毫米左右 因为太薄很容易破裂 尽量擀到厚度一致 而且这是一张很大的面皮 要确保都沾有手粉 不会粘粘的 将擀好的糯米皮 轻轻地盖在模具上 一定要小心不要大力拉扯 然后慢慢调整 糯米皮与模具完全粘合 整理好后 倒入一半准备好的芒果慕斯 另外再切150克芒果定铺满 然后倒入剩下的一半慕斯叶 最后再像包包子一样 将剩下的糯米皮粘在一起 盖上保鲜膜 冰箱冷藏4小时 然后取出来 切开就可以享用啦 冰冰凉凉的 一口下去超级满足 这个甜度还不错 大家不需要做大的调整 然后我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这个蛋糕叫什么 就叫它芒果学妹娘慕斯蛋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